当你觉得自己失败时 记住哈利波特作家罗琳的这一番话 从失败走出来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GK·罗琳、GK·罗琳成功之道 GK·罗琳的这番话来源于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演讲的主题是 The Benefits of Failure失败的好处 在演讲中 罗琳讲述了他在年轻时的经历 包括母亲去世 离婚和失业等多次挫折和失败 但是这些失败最终成为了他写作职业生涯的契机 他写了哈利波特系列 并成为全球最畅销的作家之一 罗琳说 你可能认为你已经彻底失败了 但事实上 你只是跌到了底部 当你处于谷底时 你只能向上爬 他认为失败和挫折并不可怕 而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事情 学习成长并最终获得成功的一种方式 罗琳的成功也证明了失败并不意味着你会永远失败 相反 它可以成为你取得成功的机会 让你更加坚韧 更加有毅力 并且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更加努力 因此 当你觉得自己失败时 请记住罗琳的话 失败并不可怕 而是一个迈向成功的机会 要坚持不懈 继续前进 勇敢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此外 罗琳的成功之道还包括以下几点 一 拥有激情和决心 罗琳从小就对写作充满热情 即使在面临困难和失败时 他也没有放弃 他拥有强烈的决心 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二 相信自己的才华 虽然在写作之前 罗琳面临了多次挫折和拒绝 但他从未怀疑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最终会被人们接受和欣赏 三 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罗琳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发现失败可以成为他获得成功的契机 他用失败和挫折作为驱动力 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和水平 四 给自己设定目标 罗琳在写作《哈利波特》时 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他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因此 我们可以从罗琳的成功之道中得到启示 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和失败 都应该保持激情和决心 相信自己的才华 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并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最后 我们需要意识到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 像罗琳一样 我们需要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坚强地站起来 并继续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同时 我们也需要接受失败的事实 并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以便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行动和策略 最终 只有通过不断地尝试和学习 我们才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总之 当你感到失败时 请记住罗琳的话语 失败并不可怕 而是成功之路上的一种必经之路 请保持激情和决心 相信自己的才华 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并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只要你坚持不懈 就一定能够从失败中走出来 并最终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